创造营2021和青春幽女三于上周四同时开播 近200位青春洋溢的大男孩同台近地 相信一定吸引了许多的关注 但由于前期曝光的公事账 创四更是被戏称丑 青三的普通颜值还是要高兴 那么让我们来细数下节目当中的门面担当们 创造营 第一 甘望鑫 目前甘望鑫是一定节目当中关注度最高的颜值担当 由于先前在长沙的世界之窗 简直担任NPC鬼而受到关注 训练时长大概就一个月 在他未开口前一切都很完美 但张嘴之后一切滤镜就破灭了 连宁静都说甘望鑫长得很帅 开口说话气质就垮掉 好在他虽然很搞笑实力也不高 但是让人不讨厌 看得出邓超很喜欢他 不知道以后是否会找他拍戏呢 但在前几日腾讯直播当中 曾侧面看甘望鑫的牙齿 的确是不太整齐 看来他还是不张嘴比较好呢 二 米卡 所谓寸头才是解案男生颜值的发型 米卡的脸实在是太小了 寸头也挡不住他的帅气 唱歌又粗又好听 头发流长之后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哦 三 河马 感觉河马的颜值完全被创似的滤键给拉低了 在直播当中反而比节目当中更帅 笑起来很像张星成 日美混学 纽约长大 还是哈佛大学的学霸哦 四 刘宇 在最近一期的节目当中 刘宇绝对是给人印象最深的选手 他和赞多最后的舞台班头 算是中外文化的意外交流 跳大雨的时候 衣服简直是太美了 他的脸也是绝美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节目 让更多的人看到汉服和国风文化 听众有你 一 于锦天 于锦天应该是前两期节目 看下来综合实力很高的一名选手 年仅19岁的他 在两年前就参加过韩国版的produce404 最终以19名的成绩闯入决赛 一名霸我的他 盘量调升 外形十分亮眼 实力不容小觑 盲猜一下他今年会CV主导哦 二 孙颖浩 孙颖浩虽然留了一头长发 但是给人的感觉还是很阴气的 但就是太熟了 出舞台的独步也展现了一定的舞蹈实力 三 邓孝辞 邓孝辞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 只出现了几秒 就是在媒体见面的时候 但是就这几秒 也让人不禁关注到了他的美貌 戴上金丝边眼镜 简直就是斯文败类 期待一下他后面的表演吧 看完今年的练习生 确实可以让我总结出 今年的练习生真的是百花齐放 从很常见的小奶狗帅气类型 带到胖胖的 非常可爱的熊猫糖 带到这种非常中性的温柔形象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年大家对于年轻人的审美 也有了非常大的包容度 这些练习生可以登上如此大的舞台 也可以看得出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不同的审美 也意味着国内的审美开始有了不同的层次 却有了更多的包容度 在去年的青春游你第二季 推出的女子团体 《乐奈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一个九人女子团体里面 有两个团员都是走中性风格的 从作为C位出道的雷武秀 再到最后一名出道的陆克人 这两个在之前可能不大符合 女子团体审美第一的女偶像 登上了娱乐圈 这两年在娱乐圈里面 也有了更多的粉丝 也意味着大家的审美 确实有很大的提升 而在这之前的很多团体里面 我们似乎并不能够看到 中性风的成员 今年的创造营四季四季邀请到了Fax 做一个男孩第一概念 女团里面的中性成员 Ember刘亦云作为导师 刘亦云也表示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实验 要想实验一下 在女团里面到底可不可以出现中性成员 在这之前 在这之后 似乎没有一个韩国女子团体里面 再有中性成员的出现了 但不得不说的是 她非常优秀的实力 以及非常高的颜值 也确实让Fax在韩国 以及在国际上面的名声非常的高 而在今年的这些练习生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各种前期百卦的出舞台 大家越来越能够接受这样的审美 也说明在最后 也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优秀的 一个富有审美多元化的团体 但是 还是由非常多的网友 对于这一类型的男走向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认为没有一点阳刚之气 这样的男生不能够在娱乐圈里面 会影响很多的粉丝 总之 大众的意见还是非常的多元化的 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偶像 越来越骗中性风格呢